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山东南篮 那我们知道山东南篮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新疆队 赢到了本赛季的第四场胜利 应该说在徐昌所第一年接受球队极度缺乏CBA比赛指教经验的情况下 能够取得一个四胜三负的成绩 还是勉强说的过去的 不过眼下对于山东南篮来说 尤其是对于山东南篮的内线来说 将会引来非常大的考验 那么球队在接下来的赛程 将会该怎么走内线人员将会去如何安排 是非常引人关注的 因为目前的话 徐昌所的爱将焦海龙 也是目前支持球队当中他最为熟悉的一名球员 是因商缺席了第一阶段所有的比赛 此前CBA公布的商业名单当中 焦海龙的缺席时间仅仅为两周 那么也就是说勉强撑过第一阶段之后 其实山东南篮在第二阶段还是可以迎来焦海龙的复苏的 但是根据最新的商情报告出来之后 可以说是让山东南篮让徐昌所彻底绝望了 因为焦海龙的缺席时间 目前已经改为8日 基本上两个月的时间 可以说整个2021年 焦海龙是没有办法完成付出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山东南篮内线依然是一个人员短缺的问题 那这对于陶汉林来说他身上的压力无疑又更大了 不可否认陶汉林在本赛季打出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数据 目前甚至成为了CBA MVP榜上名列榜首的人物 那么第一周他也是最有价值的球员 但是这些都是对他体能极大消耗所换来的 那最近两场比赛陶汉林出场时间都是达到了46分钟 所以说两场高强度的比赛之后 其实陶汉林的身体疲劳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甚至我们通过比赛道中能够看到一些细节 能够看得出来陶汉林在场上其实是比较累的 比如说在第二场与新疆队的比赛当中 我们知道陶汉林与他对位的朱川宇 在力量上来说朱川宇是完全抵抗不了陶汉林的 在前两节比赛当中陶汉林的杀伤力也是非常俗的 但是在第三节比赛即将进行结束的时候 陶汉林有一次想再次隔扣朱川宇的时候 是生生被这名小匠给摁了下来 可以说这样的场面在陶汉林过往的比赛当中 是非常非常难以看的 哪怕是外援在力量对抗上面对陶汉林 都很难占到平衡 结果被一个CBA的菜鸟是直接摁下来 就球都没出手 单手抓下来 这说明陶汉林在拼到那个时间中的时候 其实体能消耗已经非常大了 而且我们看到在与新疆队的比赛当中 第四节基本上打到一半的时候 只要是这个山东队替补席传出坏人的声音 陶汉林都是不停的朝替补席上去看 这似乎也是有暗含深意 似乎陶汉林希望能够下场稍稍喘一会儿 但是最终直到下半场比赛结束前的最后一秒 陶汉林都是没有能够等来休息的时间 打满了整个下半场 仅仅在上半场休息了两分钟 所以说现在陶汉林的确是处于生涯最好的时候 状态也是打出来了 但是如果说继续这样的一个使用 对他的体能消耗无疑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焦海龙不能够出场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目前这个 徐昌所所采取的方案是采用 李静宇这样一个身高相对偏高的 三号尾来顶内线 但是效果是非常的差 没长比赛他只能够上场 大概十分钟左右 而是他顶的还不是陶汉林而是甲城 那么在内线护框方面呢 可想而知啊 身高力量严重不足的 李静宇是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那么在进攻方面他也没办法去打内线 基本上内线的攻守阶段啊 完全就是要靠陶汉林一肩挑了 就像咱们前面所说的 第一原本啊 陶汉林撑个两周啊 就可以去在第二阶段迎来焦汉林的付出啊 尽管说他的实力也算不上顶级 但是多多少少比李静宇能够顶啊 但是现在的话呢 整个2021年是全部报销的情况下 陶汉林身上的压力 徐昌所身上的压力 那将会是非常非常大的